你有在這間公司上班嗎 沒有 你憑什麼代表這間公司 來跟人家拿錢 穿灰色T-shirt 森舍長酷 男子坐在超商 原本以為成功與被害人約面交 要拿一百萬元現金 沒想到被警察團團包圍 你現在涉嫌詐欺一起遣防治法 29歲陳姓男子 羅往後自稱 前兩天就北上 住在新北市板橋的旅館 當天搭機人車 來到台北市內湖科技園區 這間超商 但他沒料到 自己已經掉入民眾社的陷阱 波羅市大人早在四周埋伏 我本來就在電信業 資訊業工作非常久了 這些詐騙廣告 我一看就知道了 非常明顯 我花了三個月 才騙到他說 來約我面交現金 我才去找警察報案 說這個要面交了 對 要不要來抓車手 新北男子對於詐騙集團 是痛恨至極 這一回把自己當成誘餌 在投資的LINE群組當中 用現金把車手騙出來之後 讓警察來抓人 37歲的龔先生 上個月中到派出所報案 同時也翻出當時與詐騙集團的對話 嫌犯一次利用名人詐騙 以阿土伯的名義作為LINE帳號 匡圈每個星期會發布 兩到四檔的標股 底下成員還要求必須全程保密 當事人為了取信詐騙集團 更與遠景一起到銀行 拍下了千元現金磚的照片 這一捆一捆排起來 恰恰是一百萬 有機會還是就幫忙嘛 詐騙集團能少一個是一個不是嘛 即便只能抓到車手 我覺得如果像我這樣子的人 如果有個二三十個 甚至五六十個 拍片集團應該早就被抓完了 遠景戶包後兩天抓到人 查扣五萬多元的髒款 和數十張假的識別證 當事人因為家中長輩 曾經被騙了一千萬元 對詐騙集團是痛恨至極 這回自辦柯南搜證與警方合力打炸 TVBS新聞 歡迎收看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